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轩 今天我们接着讲仙童的故事 在上一期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在1960年3月 仙童半导体展示了第一款平面型晶体管和二极管 解决了台面晶体管的问题 使用了金掺杂和平面工艺的硅晶体管呢 迅速取代了高速的折氢体管在军方系统中的地位 那平面工艺呢 也成为半导体工艺中的主要的技术 使得硅呢成为了半导体元件的主要材料 八人帮中的金货泥发明的这个平面工艺呢 不单单是改善了硅晶体管和二极管的性能 还为半导体业界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创新 就是集成电路 那关于集成电路的故事呢 就得从1950年代开始说起了 在1950年代中呢 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对于把电路的体积变小 也就是微电路的相关技术产生了兴趣 推动这方面研究的呢 也是军方的需求 美国的军方当时希望能够减小 用在飞机和导弹里面的电路的体积和重量 因为电路的体积越大 重量越重呢 把它放到飞机或者导弹里面的难度也就越大 成本也就越高 而且军方觉得微电路呢 可以减少组装的步骤 以及元件之间的连接 这样呢也可以减少组装过程中 或者是元件之间连接出错的这种概率 不同的公司呢 都从军方拿到了一些资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拿到比较多钱的军方的主要的合作公司 就包括了德州仪器和RCA等等 在微电路这个方向上呢 几家主要的半导体公司的第一步的目标是一样的 就是想要在一块半导体晶体上做一整个的电路出来 不过在当时的半导体公司们呢 分成了两派 一派呢是想要使用化学的方法 把半导体材料变成一个 可以实现一整个电路的功能的元件 像贝尔实验室啊 巴仁邦曾经的老板肖克利呢 都是属于这一派的 那这种方法呢 相当于是要改变传统的 对于电路的认知 就完全摒弃已有的电路结构 我们之前讲过肖克利发明的四层二极管 就是这个方向的产品 这个四层二极管呢 实现了两个晶体管 加一个二极管 加一个电阻的功能 那后来呢 在贝尔实验室 有人基于肖克利的这个研究 在1959年做出了一个半导体设备 那这个设备呢 就实现了八个晶体管 26个二极管 和27个电阻 才能够实现的功能 另一派的办法呢 是在半导体上弄出一些结构来 使得这些结构的不同的部分 起到电路中不同元件的作用 相当于呢 是把一个电路中需要的晶体管 二极管电阻 集成到一块半导体上 德州仪器啊 Sprick电子和先通半导体 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那这种方法呢 它不需要改变 对于电路的基本的认知 听起来比第一种方法更加直接一些啊 不过这种听起来更加直接 没有那么难的办法呢 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同一块的半导体晶体上 如何能够把不同的元件分隔开 该绝缘的地方呢 一定要绝缘 电流不能在不该流的时候流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如何能够让元件 按照需要连接起来 可以想象呢 在那么一小块晶体上 要做到这些呢 对于生产过程中的精度的要求 也是更加的严格 德州仪器这边呢 是在1958年的时候找到了捷克基尔比来加盟 那基尔比呢 针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把不同的电路元件 尽可能的在晶体上放的离彼此都比较远 甚至呢 在他们之间的那个晶体上 上面把他们连接起来 基尔比和他的同事呢 在1958年9月份成功的在一片褶的晶体上 集成了晶体管电阻和电容 做出来两个电路 一个是模拟电路实现了向移震荡器 一个是数字电路实现了触发器 叫flip flop 那这个呢 是首个实现了半导体集成电路概念的设备 德州仪器在1959年上半年召开了发布会 宣布了这个成果也获得了来自军方和NASA的合同 来开发其他的数字集成电路 不过德州仪器很快呢 就放弃了他们的方法 转而使用了先童后来做出来的解决方法 因为先童的办法呢 更加稳定也更加容易生产 那Sprig电子的员工呢 是一位固体物理学家叫库尔特·莱霍维克 他呢也是在1958年的时候研究集成电路 他研究的是集成电路里面的这个 隔离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不同的元件分隔开 他是在RCA的一个技术会议上听到了一个报告之后 提出了用晶体管中的PN级来隔离集成电路中的各个元件 他在1959年4月份的时候申请了一个专利 但是Sprig电子呢 后来他没有再做集成电路 也就没有怎么用这个专利 所以莱霍维克的发明呢 并没有获得过多的关注 先头呢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段申请了集成电路的专利 这个呢要从霍尼的平面型晶体管说起 我们之前讲过霍尼做平面型晶体管用了一年的时间 他在1959年1月份的时候把他自己在1957年12月写到笔记本上面的平面公益的想法 申请了专利 那也是在1959年1月份的时候呢 诺伊斯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他最早的集成电路的想法 在1959年7月到9月呢 诺伊斯就申请了几个关于平面集成电路的专利 有两个呢就是用PN节做隔离 另外一个呢是在氧化膜上去制作互联线来连接元件 那诺伊斯用PN节做隔离的这个专利呢 是在做了一些修改 把专利写成了就是比较细节的做法 而不是比较广义的内容之后才通过的 外界猜测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专利呢 比那个莱霍维克的专利申请晚了几个月 而诺伊斯用来连接元件的那个专利呢 和基尔比在同一年2月份申请的专利也有重叠的部分 所以先同和德州仪器呢 其实是打了好几年的侵权的官司 最终呢是先同赢了这个官司 而诺伊斯连接集成电路元件的专利呢 加上霍尼的平面工艺的专利 这两个专利呢就成为了先同最重要的两份专利 到了现在呢说到集成电路的发明者 基本上都是指基尔比和诺伊斯 不过关于诺伊斯的这个专利呢 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有一本书叫做半导体工程历史 它的作者呢做了一番的调研 他对于诺伊斯在1959年1月份写下的集成电路的想法这件事情呢 提出了几个疑点 一个呢是说诺伊斯曾经描述过 他是怎么思考了基尔比的电路设计方法 想到了他写下来的这个集成电路的方法 但是基尔比的集成电路的专利呢 是1959年2月份提交的 德州仪器呢一直到3月份才公布他们的做法 而诺伊斯的笔记呢写的比这个时间点是早的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格德姆尔曾经说过 说诺伊斯曾经召集了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 来讨论霍尼的评练工艺 如何能够扩展到集成电路的设计中 但是摩尔和霍尼都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的存在与否呢 就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证实 也没有办法证伪的问题了 那另外呢这个作者还指出来说 诺伊斯的笔记本上另外一个他记录下来的想法呢 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也是有一些时间上的冲突 那这本书的作者就发现说 诺伊斯专利中提出的这个连接原件的方法 和一家叫做DUFL的实验室之前提出来的方法很像 而诺伊斯呢也确实在这家公司提出了这个想法之后 去参观过这个公司 这家公司一个做这个东西的员工呢 在1959年1月份的时候曾经来到仙童面试 后来加盟了仙童 那诺伊斯也向作者承认呢 他的专利确实有一些想法是来源于这个员工之前的工作 那这位作者指出这一切的疑点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觉得仙童的集成电路的相关的专利 不是诺伊斯一个人的智慧 而是一个团队共同的工作的结果 但是在最终的宣传中呢 仙童的集成电路的发明者就变成了只有诺伊斯一个人了 言归正传在1959年夏天 仙童在申请专利的同时呢 他们公司的杰拉斯特也开始弹领团队去研发集成电路 到1961年3月份呢 仙童召开了发布会 发布了仙童半导体的平面集成电路系列 成为了第一个推出数字集成电路系列的公司 而这个时候呢 拉斯特和霍尼其实已经离开了仙童 那这一年半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在下集接着讲仙童的故事 我是陈轩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